恭喜發財 2021年屬馬的朋友今年你又犯太歲 事業方面今年就不恭喜你 因為會有很多災多難和諸多阻滯 總之就凡事小心 隨時都可能會有些大件事發生 在財運方面今年 如果過往有些股票擲住 或者會有些財政問題 不用擔心 今年就會應人而解 可以放心 不用擔心 人際方面今年貴人聲強 如果有甚麼事 不妨向可信的朋友求助 他們會幫到你 甚至乎是一個你的貴人 會幫到你將來的事業 或是財運都不出奇 因緣方面今年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有機會做錯事 就會激怒男朋友、女朋友 甚至是老公、老婆 所以凡事三思而言 否則一失足就成千古行 健康方面今年小病痛比較多 而且都會比較纏繞 留意身體健康 多些去調理身體 整體來說 今年就好像諸事不順 但貴人運強 有甚麼事就不妨向可信的人求助 應該會幫到你應人而解 靖良一家 有些人叫醒啊